每个月,这个应该是每个月的偿还金额 那我要怎么算出我全部花了,我付给银行多少钱呢 就是把每个月的金额乘上12,那就是年嘛,一年付多少钱 再乘上付了几年,利的话就是几年嘛,对不对 那总total不就是我全部付给银行的钱 那付给银行的钱的话呢,在减掉什么呢? 减掉我借出来的 那这样不就等于就是什么呢? 利息付了多少钱,所以这边有个公式 那最后的话呢,我就把它秀出来 那各位可以看到,这个地方是还没有把资料写出去 所以这边的话呢,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那如果要启动这个表单的话 直接呢,有个简单的方法,你按这个执行也可以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加按钮,直接执行 它也可以跳出来 那我这边的话呢,假设我今天带了这个1000万 OK,然后下一个是利率2% 年限是20年,按开始计算的话呢 它就会帮我把结果秀在这两个里面 这边的话就秀出来,每个月要还5万多 然后呢,利息的部分的话,总共是214万 OK,那就秀出来了 那再来的话,就是按一下重新输入,必须把资料给清除掉 那资料清除掉怎么做呢? 其实也非常简单,顺便讲一下 直接怎么样呢? 把这个后面加上什么?空字串就可以了 所以最后的话呢,如果要把这些资料 总共5个,画面上5个元件呢 通通里面的资料清除的话也非常简单 等于什么? 等于空字串就好了 但是你要能够知道说呢 画面上面的这个名称叫什么 所以我特别强调说,这个名称你一定要记得 如果你这个名称都叫不出来的话 那你将来再写程式也会有问题 OK,所以这里的话,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把这一个跟这一个的程式把它撰写出来 那这边的话我也把程式呢,也照相已经放上去了 那各位可以参考一下,在那个云端空间里面的进阶里面的底下一点 Q11,问题11的02,这边有个程式 那就会有刚刚我讲的这几个程式嘛 OK,那上面的话也会有注解 各位稍微看一下 把画面还给各位